佔音只要彈好,就算只彈一個音就可以聽起來非常厲害 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吉探奏必修課 那今天呢,我要教大家該如何像是Jumma一樣來演奏佔音 好,就如今天的標題所說,今天我們來練習該如何像是Jumma一樣來演奏佔音 佔音是每個吉他手在演奏中最鮮明的特色,不同的吉他手也會有完全不同的佔音方式 比如說BB Hym Jump Air SRB Zag Wi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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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佔音這個技巧呢,可以讓你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的富有感情 比如說我現在彈同樣的一段solo Mmm Long 有載音的版本是不是聽起來好得非常多 那載音的部分呢我們會分有兩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載音的頻率 比如說你要抖得快還是抖得慢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載音的幅度 比如說你要抖得很誇張還是要抖得很細微 那Germel的載音頻率跟載音的幅度都是偏小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蠻適合入門來做練習 那載音的使用時機呢我覺得就是你的音如果今天也要延音 那我通常就會加載音 那聲音就不會聽起來那麼的呆 這樣起來就可以很有效的把你的solo聽起來非常的富有感情的音色 好那比如說呢我們現在使用第三弦的第九格 我們用無名詞來做載音 那其實載音呢有點像推旋 所以我的呼口呢會一樣會放在我的這個情景的上面 然後呢我們的手就像這樣子轉的感覺 我們來彈奏載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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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站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呢 就是我們站音的頻率跟幅度在推的時候要保持一致 頻率不可以忽快忽慢,幅度也不可以忽大忽小 那站音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手手不可以站得這麼直 要把它倒下來,然後把我們弦從側邊來推動的感覺 像是這樣子 那在站音的時候呢,因為我們的手手會撞到旁邊的弦 所以會有一點站音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會用食指來把它放在上面 來做輕輕的悶住,所以我們第四弦就不會有聲音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食指好了 那食指我們來找第三弦的第四格 好,那食指站音呢,其實它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食指站音呢,有點往這個方向去的感覺 但是一樣是用整個手腕,不可以單獨用手指出力 這樣子聲音會聽起來怪怪的,而且會漏風 所以呢,我們的食指基本上就是維持住一個姿勢 然後用手腕來做站音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第二種姊妹很喜歡的一個站音手法 像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個站音手法呢,我們的收頭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只有食指按在指板上面 後面的虎狗是沒有碰到情景的喔 這個手法像是Eric Clapton 也非常的喜歡使用 那這個技巧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我們吉他一定要抱好 所以我在推的時候,我們吉他不會亂動 我們把吉他抱好之後呢 我們的收頭就直上直下,像是這樣子 那這個技巧呢,也可以使用中指,像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看看我們的第一個 lick 像是這個樣子 對這個樣子 我們應該是說的 比較道我們 很好說 然後呢,我們欣偷死吧 好那這個Lick呢是在前一個小節第10派進去的 所以像這樣子 1 2 3 那像在這邊呢我中間有做一個斷音 左手把它跳起來 然後這邊做一個滑音從第7滑到第9 然後來做站音 所以 那一樣呢如果你在站音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旁邊的弦的聲音有點 吵的話記得我們食指一定要幫忙做互旋 所以像這樣 那接下來第二個Lick呢 我們會選用食指在我們第3弦第4格來做站音 那這邊一樣我們背後的虎口是靠著的 然後我們靠食指來站音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Lick呢我們要使用 Jummy的另外一種站音的手法 也就是背後的虎口是沒有靠到的 像這樣子的方式 那接下來第4個Lick呢我非常喜歡 因為它有一種往上又往下的感覺 所以聽起來很好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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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整個穿起來的話就像這樣子 好 以上就是Garriper的演奏像是姜妹一樣的載音手法 載音對於每個吉他手的手動來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地練習喔 除了維持穩定的頻率還有幅度之外 我們要注意不要有載音 載音只要彈好 就算只彈一個音就可以聽起來非常厲害 那你最喜歡哪一位吉他手的佔音 或是想聽我講解哪一位吉他手的佔音呢 歡迎大家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吉他人之後畢秀課 如果大家任何聽好歡迎下方留言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Ryan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